就在这两日,加州警方证实 一宗发生在南湾山景城 Mountainville的30年谋杀悬案终于告破 杀人凶手竟是一名在归谷困击多年的科技大佬 公司CEO 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警方曾经将其一度视为犯罪嫌疑人 但经过两次审判 均因证据不足而不得不放人 随着科技的发展 这次警方终于掌握了强有力的证据 根据山景城警方11号发出的新闻稿 一名湾区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 于上周六从阿姆斯特丹抵达后 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被捕 而至于被捕的原因 是因为他被指控在30年前 于山景城谋杀了他的室友的女友 被逮捕的人名为约翰·凯文·伍德沃德 现年58岁 是在线培训公司ReadyTech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目前他正在被关押在纽约市 且不得保释 很快办案人员会将其积押回 圣克拉拉县接受传讯 如果最终这项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的是终身监禁 时间回到1992年的9月5号 一名路人在山景城Cretton Line的街区车内 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 后经调查 这名被害者叫做劳里豪斯 从任职的Dolby Systems下班后 被人勒死在车内 他被发现死亡的地方距离他工作地点 仅为一英里的距离 从案发现场来看 用来杀死劳里的绳子还在他的脖子上 并且在前挡风玻璃上 还发现了他挣扎时留下的脚印 与此同时 他的钱包手机等财物均在车内 警方排除了为财杀人的可能性 随后 警方的调查很快确定了约翰 伍德沃德为主要的嫌疑人 因为他曾经公开嫉妒被害人劳里豪斯 就因为老李是他室友的女朋友 据调查 约翰是一名同性恋 且一直单相思着他的室友 也就是老李的男朋友 但每当看到老李跟他暗恋的人秀恩爱 他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滋味 最终猛成了杀信 在警方的审讯中 伍德沃德没有不在场证明 并且在受害者的车外还留下了指纹 但随后的调查出现了僵局 止步于此 由于取证单位一直没办法证实 伍德沃德曾经进入过车内 导致两次审判陪审团 都无法达成一致的局面 最后法官只好驳回此案 而审判结束后 约翰伍德沃德可能是由于心虚 竟然火速搬家至了荷兰 直到2021年 圣克拉压县警方 依旧没有放弃这桩 30年未果的谋杀案 当地的犯队实验室 和山景城警察局的侦探 再次重启了案件的取证调查 这次他们利用法医科学技术的新发展 将伍德沃德与谋杀 老李豪斯的那条绳子联系了起来 最终发现绳索上的DNA 与伍德沃德的一致 这将成为给他定罪 最强有力的证据 圣克拉压县的检察官罗森表示 目前美国司法部和荷兰司法与安全部 已经展开了协助合作 在不到24小时内 荷兰当局与司法部批准 获得了搜查伍德沃德在荷兰的住宅和企业的许可 目前已经获得了多台计算机和U盘 等待进一步的取证 罗森还向媒体表示 他们的团队从未放弃 替死者及家属伸张正义 不论是时间或距离 都无法阻止我们找出真相 相信这一次 这位科技圈的败类 终于被科技绳之以法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感谢观看